资政报告全面设计 这件事我真的想不到 它设计得这么彻底 基本上任何人来到 不论是开公司买 还是个人名义买 都是同样睡觉 代表香港物业市场 变成一个自出自入的市场 好像我之前所说 香港楼是全世界都可以设计 全面设计之后 整个市场会发生什么 就是投资者会陆续入场 因为他们有机会买多一层 更重要的是 有些是用公司名义辞入物业 那些人有机会脱货去换货 因为之前用公司开物业 会略为旧 重新开一间公司 差一些比较新淨的物业 对它来说是相当好 所以应该有一轮换货潮 未来的三月应该挺轻和 而且香港楼由2021年跌至今跌了三成多 性价比来说相对高 还有港元和美元挂勾的变性 你买香港楼是一个美元的资产 对内地人来说是相当吸引 尤其是内地的汇率 其实是挺差的 当然如果减息 美月那边会相对是变值 人民币那边相对来说会增值 这个时候会不会再不交美元 又是一个 有些朋友就会问我 有些朋友就会问我 这个楼架会不会立即打上去 我又觉得不是的 金铁全面减败 会是止血 止血之后 还行 现在的阶段 香港是欢迎全球的炒家 来香港炒起这层 热的可能性很低 除了全面设计之外 香港政府都和监管局 配合做了一些放宽按揭的措施 例如你3000万以下的自住物业 是不需要过压力测试 虽然的定位 距离一定会减息 所以第一件事其实是费费的 不过将来有机会用到的 3000万的按揭承受可以借到7成 这件事都好像之前说的 买得3000万的人 其实不需要政府帮太多 反而你说1000万楼下的 仍然都需要政府帮 而3500万以上的物业 最高可以借到6成 这个时候很厉害 我买1亿的楼 我可以向银行借6000万 6000万 厉害 非自用的住宅物业的按揭承数 上限由5成变成6成 基本上都复宽了 非住宅的按揭承数 和我想的一样 都复宽到7成 这是唯一我觉得最好的消息 如果以前用资产借按揭 最高是借3成 现在可以借到5成或者6成 这个又很厉害 设施都是为了托市 所以吸引多些人 买香港的楼 也不是买 是炒 看看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的角力 我今天给人问到最多的三条问题 第一个问题 香港楼会不会升 香港楼会不会回升 我的答案是 因为政府的政策改变 是指血 会橫行一段时间 直至食口减 减少到租售比超过3厘 就是租回报超过3厘 会多了更多的买家入场 尤其是食口减少了 定期就变得不吸引 反而买房子就变得很吸引 第二个问题就是 之前那些鲜免后证的人 会不会因这个政策 而取消之前的鲜免后证呢 其实不会的 因为你做了一件事 这是在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情 而新证是今天才有效 即是灭后证给税局下了一个命令 这个已经发生了 所以那些人都要捱足7年 变相来说 等私政报告那些人就有福了 基本上他赚了7年 在题外有个有钱人 开了一间公司 买了一层楼 给了9285万的纳税 其实如果他等多2-3个礼拜 基本上这个是对的 不过我是嗜好 很明白地说 30%减到15%减到0% 其实这段时间真的很久 多久呢 由上年的10月 都是3个月 那接下来整个趋势会是怎样呢 真正有钱人 一定会开公司 然后去hold 什么 一来可以隐藏身份 二来你将来 如果政府再反弹 再加回 你拿着一间公司楼 可以卖给人 就可以收到税收 宁可我付天下人 就叫天下人付我 第二件事 一定多了一些投资者 那楼会不会被人炒高 会不会有新一轮的 猛货行动出现 那什么货会值得摸呢 就是300万之内的楼 你买进来300万 你100万税 然后再挂350万 就是你给经纪楼 就是一只楼 就是300万 然后再减100万 再加上律师楼 再加上按揭费 大概是8万又走 你如果真的摸到350万 就是50万的利润 再减8万 就是赚了42万 懂得玩 摸得好 应该是这样摸的 税率就是去到1.5 又是另一个摸法 这个我没有研究 详细再想一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在你角度 你觉得香港的楼市会不会炒了上去? 留言告诉我 拜拜